OK,Your Notes, 項目8 項目8和項目9是關於 Cases of more than two options in each step 這個部分是你本textbook裏面沒有的 但是由於很奇怪 無論是Osford也好,中大也好 甚至是教徒也好 因為那本textbook裏面沒有提到這條公式 但是DSE我看到它有考 所以我就加了在第八、第九頁的Notes 你們這一部分就要靠你自己去讀 讀完之後,就要自己做Parse Paper 去看實質上它會出題目的類型 textbook就沒有什麼例子 因為它根本沒有提過這件事 先講一講這條公式是怎樣用 剛才我們之前一直做的數目 全部都是二個個案 即是只有Success和Failure 無論是之前 例如Sunny Day,Sunny和Not Sunny 其實我們都只會考慮兩個個案 一個是Yes,一個是No 所以基於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前面做的數目就沒有很大的困難 但是如果我假設 有一些題目是涉及到有三個選項 例如假設有Sunny Lunge,又有落雨 其實你都有烏雲 如果我不是只考慮出太陽 還是不出太陽 我還可以再細分 不出太陽 都有機會落雨或陰天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就可能會需要動用到這一條式 假設有可能性 是P、Q、R 分別是可能性 會有太陽、下雨或陰天 然後去到第N日 N trial 如果我的題目是問你 它是Sunny 或是Not Sunny 你仍然都可以用前面的公式去做 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我的題目是 Find the probability 這裡 我要三個是晴天 兩個是落雨 再加上四個是陰天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就要用這一條公式 因為它不只是說出太陽 還是不出太陽 而且它是有多過一個選項 N是用N多天 然後A、B、C 分別是三個太陽 這裡不是三個太陽 然後這裡是2 這裡是4 然後P、Q、R 分別是用P、Q、R OK 我們就試一試做一下這些數 基於這條公式 我們試一試做下面 下面這條題目就是這樣說的 它就說有個Customer Service Hotline of a credit card center Receive the phone call every minute 它每分鐘都會有人打電話 上去問一些 稅用卡的問題 它每一分鐘都會有人在聽 那個call 它就顯示到過去這麼久以來的資料 那些資料 它就查到過去的記錄 就是有35%查詢一些 credit card的問題 有45%是投訴的 另外剩下的那些就是報告的 不見了那張credit card的 那這個就很快地你可以畫一畫那個 那個tree diagram 那0.35 或者35% 那就是查詢的 那跟著呢 跟著就是complain 跟著就是report loss 跟著就是report loss 那complain就是0.45 那report loss就是1-0.35-0.45 OK 那我們可以按一下來看看是多少 就是0.2 OK 那跟著呢 我們就看一下那條題目怎麼做 part a 它就說是有4個complain OK 4個complain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這個的 tree diagram 其實是可以合體的 因為呢 在這個情況之下 part a 它只是問你4個complain 是怎樣 它不理你剩下的那些是什麼 所以呢 for part a 如果我條題目 只問你是4個complain 的話呢 那就是在9個phone call裡面有4個complain complain 就是0.45 OK to the power total是有4個 那剩下的那些就是不是complain 所以我就可以把0.35加0.2 或者呢 我用回 binomial的那條公式 1-p OK 然後呢 9-4就是5 然後呢 這條呢 這條呢 還是一條 binomial的題目 來的 那我按一下 按一下 9c4 x0.45 4 然後 x1-0.45 5 那我按一下 就能出現這塊 0.2600 3634 所以我按一下 就是0.2600 然後 然後 那 part b 那 part b呢 他就說 他就想要 OK 這個呢 就不同 之前的問法 這個呢 他就想要 是4個complain 這個 3個complain 就是3個 enquiry 然後呢 就是2個reporting laws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是2個reporting laws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我就需要用回前面那條公式了 因為他不是想說 說只是complain 不complain 的分別 他就是想要4個這個 3個這個 在这个情况下,你记住,什么时候用这条公式 就是当你看到这个说法的时候 它叫你找个可能性 我就需要用到上面这条公式 回到下面 所以可能性就会是 在9个训练,即是9个训练 它要有4个训练 3个训练 和2个训练 接下来,第一个训练 就是0.45 就要有4个 接下来 就是 enquiry 0.35 就要有3个训练 report laws 0.2 就要2个 你可以看一看 你可以看一看 就是这条公式 其实跟这条公式分别在于这里不同了 如果你有留意的话 前面其实都是数有多少个 不过它把它分开3个和2个 因为它很特定地说 如果不要训练,它就要3个训练 和2个训练 所以它就把5次训练 拆回3次和2次 唯独是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本身是在使用NCR 现在正在使用这一条公式 我稍后会再解释多一点 其实这条公式是如何使用 或者是如何计算的 之后我再说 补充多一点 我先按一下 这里出来是多少 0.45 to the power 4 然后乘以0.35的3 然后乘以0.2的2 先计算后面这些 然后我先乘以9的2的2 随以4的2的2 随以3的2的2 再随以2的2 那我按Kelta 就按到0.0.08861040 那就是0.0886 然后到部分C 部分C就是说 given that there are exactly 4 complain 就是given 是4个complain 那它就说 要at most 是两个report loss at most 两个reporting loss 就是最多两个 那就是0.12 ok 那 given that given that 是有4个complain c是stand forcomplain 可以吗 可以吗 ok 那 你就要想一下 那 其实它 因为还有一个enquiry 在这里 那就是可能其实是有几个case 的了 那如果安全起见 你可以用个table 或者你可以在旁边列出出来 究竟有多少possibility 那它有4个complain c是stand forcomplain 那我就由这里有4个complain 是fixed了 given that 是4个complain 那它呢 就report laws 就是两个 at most 2个 at most 2个的话 那就是说 loss的话 有机会是2个 at most 最多 也有机会是1个 也有机会是没有的 ok 即是说 其实你要分是分三个case去计算的 然后enquiry 由于它total有9个phone call 如果4加2的话 那就是剩下3个是enquiry 那如此类推 如果它1的话 这里就是4 然后就5 那就是说你要分三个case ok 即是说那棵树是有三个东西的 第一个case 加第二个case 加第三个case 然后呢 我就可以根据这个 我就可以计算 那条式 那条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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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是 9vectorio ok 那就是 首先是 第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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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case 那这条式呢 我可以用第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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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是其中的1 除以1的 utilize 然後呢 就是5 就是4 4 1 而且可以用第4 4 3 即是在4 1 随以4的Vectorial, 5的Vectorial, 0的Vectorial 接着就要看一看 0.45的有4个 Comprent有4个 接着0.35就是要5个 接着0.2就是0个 当然0个可以写,可以不写 这个就是这个Case 接着就是这个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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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就轮到按Counter的时间了 接着就是这个Case 接着就轮到按Counter的时间了 Case 9的Vectorial 随以4的Vectorial 随以4的Vectorial 到 将写 除以4的V 除以5的V 然後乘以2.45 3.4 乘以2.35 3.5 再乘以2 不用乘了 然後加回這支 1.088610405 我按到答案 就是這一部分 但還未完 因為我們只是計算去份子 份母要除 因為這裡是given 除 這是很長的除線 整個括弧 darkest 除以4個答案 主要做A計算 我就是用的答案 0.260036341 3,4,4,3,3 OK,那我就完了这一条了